前两天我收到来自伊利克给我寄来的 他们的最新款的offtoco的背包 正好这两天我要去一趟新疆 我准备把这个背包用上 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背包的一些功能 同时也分享一下 我这次旅行都会带什么样的一些设备和器材 我们先来开始吧 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包上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 就是这里 可以快速打开的相机内胆仓 打开拉环 解开吸附的磁扣 拉出内胆 便可以取出相机 相比较许多其他款式的摄影包要快速许多 同时收纳相机也是一样的方便 另外我还在另一侧拉环 装了一只AirTag作为装饰 这次我带的胶片机依然是熟悉的 来卡M7和之前做过视频的E43 为了拍摄风光 我购入了一只来卡的21mm 3.4 以及一个宽大明亮的菜丝广角取景器 之后的视频我也会更新这一套组合的相关内容 打开顶部的拉链 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充裕的收纳区域 杜马克的中号胶卷签带放在这个位置是绰绰有余的 我这次带了12卷科达E100反转片 签带的作用就是减轻X光机安检对胶卷的影响 包内侧的电脑夹层用来放13寸的MacBook Pro完全没有问题 足够多的侧兜也能轻松放下充电器 移动电源 宽门线 清洁纸等琐碎的物件 包身正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 我在里面放了钱包和一些现金 它可以以45度角开合一半的大小 找起东西来一览无余的同时也更加从容和体面 紧贴背部的位置还有一个置物空间 适合放置一些贵重的证件或者隐私物品 背带上还有一个小小的拉链口袋 容易丢的镜头盖和存储卡可以安排在这里 防泼水涂层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配置 但担心浅色面料不够耐脏的话 还是建议购买黑色款更为合适 在5年前我就曾经买过Off Toco的初代产品 还曾经在某一个购物推荐网站上 发过一篇测评文章 那么5年过去了 随着其细节的进化 这款产品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性价比 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的预算 去购买昂贵的摄影背包的话 那它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之一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那么下一期视频应该就是我在新疆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Vlog 那请请期待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